那不太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就是老鼠混 那你說的 不是 我不敢 不是 你不用不敢講 因為我自己都聽過超多人 就是直接銷售 所以他沒有 沒有那麼複雜 曾被稱作八點檔女神 42歲藝人廉靜雯 在鏡頭前介紹什麼是取消 間接邀請觀眾加入團隊 強調只是創業 不是老鼠會詐騙 但現在傳出廉靜雯真被詐騙 又是因為虛擬貨幣投資 原來他去年1月 透過網路認識一名 自稱住在大陸的帥氣男子Bruce 雙方互加社群聊天 還稱老公老婆 男子邀請他投資太達 必一起成長 疫情後就能見面 或許在這柔情公式下 加上真有獲利 連靜雯受不了 前後都匯款 直到某次39萬元轉出去了 那個老公卻人間蒸發 連靜雯才驚覺自己被騙 經過我們追查 總計後續發動了 六波的查氣行動 總計查獲15名犯嫌 其中七名均遭檢察官申請 擠壓迫存 警方證實接獲連靜雯報案 也清查有二十多名被害者 總計採損兩千五百多萬元 目前嫌犯全都起訴在案 不過類似手法層出不求 自先在網路上找尋 那個民眾互相加賴了以後 培養出一定的信任基礎 再邀一起共同投資 那進而會管之後 進而達到詐騙的目的 我竟然覺得喘的是誰 竟然會累 你不是成立女超人嗎 我也覺得驚訝 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 這回碰上這事件 連靜雯本人恐怕也很驚訝 從居前演戲 到近年推出自創品牌 全新投入事業 去年初不小心墜入情網 不僅手機裡 將好一起共組家庭的帥勞工 根本都是gay 辛苦存款也消失的無影中